菩萨自度圆满 这是圣 接着最圣的利他究竟 这帮助别人 利他的究竟一定要懂得 佛菩萨的心是圆满的 决定没有毫无差别 决定是圆满的 就众生来说 根性不相同 我们中国古人常讲的 受教的心态有差别 那这也就是 应光老师在文抄里面常常讲到的 一分沉浸 得一分利 二分沉浸 得二分利 十分沉浸 得十分利 接受 教导的这些学生 每个人 沉浸心不一样 老师 普遍地教 真是 佛语一应而说法了 众生随类过得结 这就叫利他究竟 上上根的人 十分沉浸 他文法会开悟 会正苦 纵然老师 是凡夫 学生呢 正过了 佛在经上 有这么一个故事 说有一个 修行人 自己 没成就 带着几个学生 带着几个学生 有一天 他叫这个学生 他拿了一个球 开玩笑的 戏弄他 在这个房间 你坐在这个角落上 那个球 打他一下 你正许多万国了 这个学生呢 真的正许多万国了 再换一个 换一个角 换一个角 二国 斯托汉 再换一个角 三国 阿那汉 换第四个角呢 四国 阿罗汉 学生呢 给他顶礼三败 又饶三扎 感谢老师 老师说 我给你开玩笑的呀 学生说 我真的正许过了 这就是什么呢 十分沉浸 得十分的 功德 这也是中国 自古教学所谓的 清除于懒 而慎于懒 这个话怎么说呢 老师是秀才 学生呢 居然考中庄严了 老师还是秀才 知出世间法 没有例外呀 我们接受 圣行 接受佛菩萨的教诲 你不能怪佛菩萨 哎呀 你教他的多 教我的少 没这个话 那你是 错怪的人 老师 佛菩萨 确定是公平 是你自己受教的心态 沉浸 不一样 阿 尼 佛 佛 阿 尼 佛 佛 阿 尼 佛 佛 阿 我 现在是 在这上 的